年夜夏日吃碗冰正好消暑 不过你有吃过芋泥嘎肉松的口味吗 这间位在巴德的冰店 老板娘以独特自创的咸冰 以及古早味米辣冰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尝鲜 知乎意外很好吃 老板娘也是烧自己的发想来哟 只有之前有想过有这种籽的吗 没有耶 第一次吃到这种口味 很好吃 不会很咸 也不会很甜 刚刚好 蛮古早味的 然后有那种浓浓的面茶香 真材实料 然后很多就是馅料都是自己制作的 尤其是还有豆浆豆花 真的蛮好吃的 很浓 客人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一个口味 所以我会把肉松跟芋头去做一个结合 客人来吃过的时候 他就说老板娘 建议你可以就是把肉松 融入在你的冰品上面 因为他曾经有吃过肉松 搭配在雪花冰的上面 因为他搭配起来有点 減低減低的风味 我觉得是还蛮独特的 在店里除了老板娘一个人忙碌 也能看到他的儿女化身小帮手 起来帮忙 原本在机场免税店工作的他 因为大女儿离坏罕病小胖威力症 需要有人照顾 加上今年生意收到疫情影响 让他毅然决然回家创业开冰店 要与女儿有更多相处的时间 因为他的状况是罕见疾病是小胖威力症 所以他对吃的欲望非常的强 所以其实就是要控制他的食欲 那其实他目前控制都还不错 只是就是还是会趁我们忙碌的时候 会想要偷吃一点东西 那就是他这一生到他的成年之后 都必须要有人在旁边陪伴着他 去注意他的一些行为 然后也是因为他这样才开这家店 就是希望把他带在身边 慢慢训练他也慢慢可以照顾着他 让他做一点事 要会可以看得到他 为了转移到女儿对吃的注意力 让老板娘意外发现他有拼拼图的常才 这连数位版的拼图都难不倒他 如果老板娘就希望能培训大女儿 帮忙收盘子 清洁搭扫等简单店里工作 希望在大女儿成年后 还有个地方能让他独立生活下去 那他成年之后 他的心智永远就停留在可能十几岁 因为每个孩子状况不一样 那永远都不会像我们成年之后 会懂得赚钱啊 或是想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 他们永远都不知道 都像孩子一样 对所以加上就是 他们的都会有基金会 但是因为他的基金会要么就是在北部 要么就是在南部 但是其实我们的住家的位置也是满尴尬的区域 所以我也只能就是把他带在身边 然后就近找步他 然后慢慢训练他一些工作能力 可以让他可以跟客人去做接触 让他可以正常的去生活这样子 对未来还是如果外面有小座房或是有机构 他可以媒合可以用他有办法去做 但是让他去跟外面的朋友去一起学习 但如果万不一没有适合的 那家里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去训练他一些工作能力的地方 一碗碗特色冰品背后不仅蕴藏着老板娘的创意 更蕴藏着母亲对家人的爱 老板娘也是要说会继续加油 并期盼借此鼓励同样有寒冰儿的家庭 乐观面对接下来的每一天 这一天就愿田向报道